接下来一条很长的龙牌就开始招股 或者这两天就会挂牌 我们先说说今早公布了认购结果 内雪的茶 因为这种气氛都很热 今晚就有暗盘 先报一下少计数 有64万人认购 超额认购是431倍 一手纵线只有8% 要买40万左右才稳定一手 上限定价19.8 Thomas知道很难估 但你估计内雪的茶一上市会升多少 其实如果真的这么幸运抽到 那明天放 还是应该今晚暗盘就放了 昨天就看到深重的表现都不错 不止不错 我想最主要现在这些股份 其实除了在行业方面有一个考虑之外 另外一个方面也看看 基石投资者的一个参与度高不高 所以相对上来说 你看看内雪的茶 我相信暗盘的表现 其实也不会太令人失望 某程度上如果保守去看的时候 应该有机会比上市价高两成 但如果今天大市的气氛相对上比较良好 收收的时候可能是升二百多点 就是这些状况的话 其实有机会对应内雪的茶 比较上市价高三成半甚至四成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可能性在 我想投资者最关心的时候就是 他上市之后的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对于一些刚刚已经抽中了股份 比如暗盘来说 已经好像我刚才所说 都升了三成半至四成 其实都可以考虑先吃了股仙 因为将来七月可能市场比较旺 这些资金会比较适合 至于未入市的朋友 我想要看股价对应上市价 如果对应差距是两成以下的时候 你觉得业务前景也好 其实都可以来买入 因为始终今年和明年 其实那个扩张的预期 都是挺吸引的 都有超过三百间的分店去扩张 两年加上六百多间 就是过千间分店 就是这间公司 所以暂时来说 前景都是倾向看好 所以中长线投资的价值 我自己觉得都是比较高的 你也估得比较保守 比如看到时代天使 或者你刚才提及过的深重 都升超过以倍计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上市首日 如果都是想吸纳的 因为中长线都看好业务发展 比如说去到什么水平以下 你会觉得买是比较安全一些呢 我暂时去看的时候 因为你始终有一大堆新股上市 即是你接近招股多的时候 即是排着上市多了 所以如果价格不是很漂亮的时候 有时就不用那么心急来到入市主 如果价格已经高了三四成的时候 那就先看好一点 有机会回来一点的时候 才能吸纳 就会比较适合一点